20. 東方日報 胡說百度 折磨自己 2015年7月8日呼刊 E 07胡說百度梁佩湖跟一筆倫是已婚還是未婚的女人 都分婚樣後 and 跟另一半分手 不知到他們是不是好日子過得久了 須要找些新刺激折磨自己 我不是壞嘴巴 但計給我還四十磅的女人說要跟男朋友分手後 又有一個比我還二十磅 年齡跟我相約的女人說要跟丈夫離婚 像他者般已跟社會脫席的肥絲奶 要是離婚後如何過生活 大抵他在二十年前看過大台製作的再見逆事老婆 便幻想自己可以將劇中的女主角陳修文般 跟不中的丈夫離婚後 減肥和努力學習新事物 便可以從頭社會做個吸引的女人吧 可是這實在是太完美的幻想了 我不是說像他如此這般 缺乏保養的肥絲奶便要忍辱過佛 D.人生活 可是他的丈夫真的一點問題也沒有 幻要任由他嘍嘍嘍 忍受他以他的方法打孩子馬孩子 其實如果我是他的丈夫 早已向他提出離婚了 沒想過如今竟是他主動說離婚 幻口口聲聲的說要重新過一個人的生活 真的狠想問他 如何生活 又真的狠想問他 知不知道一單讓他的丈夫重拾單身的身份 不出一個月外他便會馬上被給他年輕貌美輕磅的女人所住 他若是要回到他身邊 便更絕不可能 做人事絕對可以任性的 但沒有分析過大環境便互亂作出任性的決定 除了是想折磨自己以外 我亦想不通他再想什麽了 微博http 母號相斜線 此.cna.com.cn 斜線鑰匡 梁佩湖 胡桃人